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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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晚由我周真源陪你看天氣 下午由維港看出去 可以見到烏雲密暴 偶爾還下一些趙雨 由於下午沒有太陽光的關係 所以各區氣溫都上升得比較少 見到各區錄得的最高氣溫分佈 就是介乎26至29度之間 透過雷達的圖像 我們可以見到今早的時間 在南海北部曾經出現多個低壓中心 只不過去到下午的時間 我們透過衛星的影像可以見到 位於南海北部的雲團 開始出現一個大範圍的旋轉型態 換句話說 即是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廣闊的低壓區 我們預計這個廣闊的低壓區 它是會繼續發展 並且是移向北部灣 在未來一兩天 我們會受到它東側比較濕潤的東南氣流所影響 就會為我們帶來一些大風大雨 到接近周末的時間 隨著它遠離我們越來越遠 我們的天氣才會開始好轉 又來到今晚和明天詳細的預測 預測會是密雲有狂風驟雨 氣溫是介乎26至28度之間 風方面是吹和喚至清淨的東北風 明天稍後會轉吹東南風 離岸和高地是間中吹強風的 雨勢會有時頗大和有幾陣的雷暴 海面還有湧浪天 最後看看八天的預測 我們展望星期四仍然有狂風驟雨 海面是有湧浪的 接近周末的雨勢會減弱 今晚和你看到這裏 下次見